切記大家不要用百分之百的力量去做 半個力量 去明顯的把 大家好 我是Vivi老師 那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來講的是 如何去感受肝頭的釋放 因為我知道蠻多球友在打球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是感覺不到肝頭的 那我們剛開始要怎麼去練習 找出你自己的肝頭呢 往下面的影片看囉 我們從球肝來看 當你自己在做球肝檢視的時候啊 你用原本的右手握肝方式 去這樣子去蹭 蹭的時候你可以感覺到 力量是握比較弱在食指上面的 代表你的肝頭是比較明顯有重量的 但如果說你今天的感覺是 感覺後面比較重 感覺是有被這種壓的感覺 那就代表說你的是肝身比較偏重的 可能就配重比例沒有很好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重新選球肝 但如果說你自我檢視的時候發現 我是食指感覺是比較重的 那就代表肝頭其實是比較明顯 那就OK囉 第一步就沒有錯 球肝就沒有選錯的狀態下 如何找出你的肝頭 那如果說你要找肝頭釋放的話 切記大家不要用百分之百的力量 去做半揮或是全揮 你可以用百分之十或二十的力量 我的影片裡面很多時候都會教大家 不要太用力去練習 原因是因為你要先學會放鬆 你才有辦法學會加速度 如果說你放鬆的狀態下是打不出順暢度的 其實你再去加力量都不是一個好的狀態 那你們在練習的時候啊 用百分之十的力量或二十的力量 去明顯的把這個肝頭送出來 用百分之十的力量或二十的力量 去明顯的把這個肝頭送出來 而且常常你們在打擊的時候呢 會做出手拉的這個動作 也代表說因為你的手不夠信任你的肝頭 沒有去做釋放 所以呢你才會送不出這個動作 做出肩膀旋轉送的動作 如果說你的肝頭是明顯的 那你會覺得送肝是很輕鬆很簡單就會做到的 所以把這個節奏記下來喔 上放 原來是畫大但是做慢 這樣是練習肝頭釋放最好的方式 大家可以試看看 上大 慢 去做釋放 OK嗎 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希望我的每一部影片啊 你們都喜歡 那最大的重點就是 我的影片是傳達就是你要怎麼去練習 或是說你可以用什麼方式自我去檢視 那當然囉 不會依照百分之百的方式 你有你的教練也有說 你可以去變成你喜歡的方式去練習 作為一個參考 底下可以留言給我 下次見囉 掰掰